嗯 待會 待會 歡迎光臨 香菇娃 沒關係 你有浩爾 大家好 我是浩爾 今天要來教一下大家 這個追憶裝啦 就是教一下大家 就骰到了嘛 就會有一些鵝寶開始來問說 欸 這怎麼骰的 這要怎麼骰 這樣之類的 那好 那廢話不多說 就直接先教大家怎麼骰好不好 我們就直接去獸員 直接去獸員 我就直接 稍微花一些野獸教大家怎麼骰 大家也都知道說我在獸員丟 那怎麼把它變回去 有些人是不太確定說 要怎麼把它變回去 那我們就一樣 我們先拓印一個 那拓印的野獸 在這裡 他叫做奎爾山龍蜥 那你就先把它拓起來 你就稍微拓一下 那拓完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你有奎爾山 你有這個東西 球球 有個球球 他在身上 那再來怎麼辦 下一步就是你可以開始去骰了 我這個已經骰完了 其實就不用再骰了 但是我就是跟你們講說 他上罪是可以骰的 就是你要利用這個 這叫做 零線之突音 那就開始骰 你骰 你現在按下去 然後我們就看他上面的罪會變什麼 你就可以去看一下 就前後比對一下 好 那你骰出來了 骰出來就會這樣子 他把你的一條耐力球骰掉了 剩下火傷 他就把你那條曬掉 那你就說 蛤 那怎麼辦 那我可以變得回去嗎 那沒關係 你就是把你剛剛的 拖映的點回去 欸 就回來了 就很簡單 其實蠻簡單的 好 那今天呢 其實不是要教這個 其實今天要比較教的是 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做出更強的追憶戒指 就是這種 這種骰的重複動作 他就是 就是很很煩躁而已 就是很麻煩 一直骰一直骰 那遲早有一天會骰出來的 對 那有一個東西是比較不好骰的 就是這種戒指 像這一季很紅的魔力流 那你就去買一顆魔力趴的戒指 魔力趴只有在挖礦才會出 對 那霧等其實也要注意 我只是今天做個示範 所以我霧等就沒有去用合成器 把它變成84等 那如果你在做這個 你想要做這個戒指之前 你可以去合成器一下 甚至黏到更厲害的戒指上面 都可以 好 那我們今天呢 要怎麼做 你買一個戒指回來的時候 欸 第一步你發現它是黃裝 那我們這個拓印它只能用藍色的 對吧 magic item 它只有藍色才能拓印 那你這時候就會問說 那要怎麼辦呢 那其實你可以先回家 就是如果你是要丟追憶的人 你先回家 然後我們去拿個 先打個工藝 這邊就可以打工藝 你把前綴鎖起來 那有前綴 有個prefix 前綴鎖起來 好 鎖完之後呢 我們下一步就是先按重鑄 你重鑄完之後它就會變藍色 對吧 你重鑄了它變藍色 就一個公式 這有點公式 你們可以把它記起來 好 那下一步你會說 浩哥那再來怎麼做 再來呢 就是你要去追憶 那追憶是用哪裡 是用花園追憶 這邊有個花園追憶 對吧 一次五千 那它有可能會出一條 呃 有可能出兩條 有可能像這個戒指一樣出三條 另外第四條那是用化石隨便點的 對啊 更有價值 那就不用理它 就是你有可能會有三條 我找個比喻好了 這邊戒指 照理說我應該有一些戒指是 有追憶的 找一下吧 好像這個有沒有 這個戒指它就是三條追憶的 三條追憶的海骨戒指 那你這邊如果你已經有這個魔力趴了 就是因為它下面的詞綴是很特別的 那你想要去追三條出來 那這邊很建議你可以先拖印 一樣我們先去獸源拖印 就是因為你一定要追到三條嘛 然後你這個東西又 有點耗你的成本 它一顆也要一滴 那你要骰野獸什麼有的沒的 還要保錢 那你不如就這邊先拖印拖起來 一樣我們先找剛剛那個拖印 一樣是Magic這個 那就把它拖起來 好一樣它會掉一個球球有沒有 就是我們剛剛示範的那個球球 那你就記得這個球球就是針對它的 好那我們這時候就回家 你其實可以拖多一點 你可以拖多一點 那再來呢下一步是什麼 下一步你就可以按追憶了 你這邊就可以來按追憶 你就按一次大概是一個白花跟五千黃粉 其實蠻貴的就兩滴左右 那你按下去呢 它有可能出一條兩條三條 你就要去算那個機率 我不知道這個機率是大概多少 反正你可以按到三條為止 按出來之後再跟剛剛我們在骰這個戒指一樣 就是去骰它的上墜就好了 那你就按下去 欸它就變追憶了有沒有 但是很可惜 它只有出一條 那這時候你就會說 浩哥那它只有一條 那要怎麼辦 它只有一條太爛了吧 那你這時候就可以把它拖回去 欸它又變回來了 那你就可以靠著這個步驟 這個來回的步驟去 曬到三條為止 那你曬到三條之後呢 你下一步就是去骰它的追憶持追 就一直骰一直骰 骰到可能變成這樣 可能變成更強的爆夾層什麼的 對 你就骰到你喜歡的 那你這個戒指就會是一個藍裝 配 就跟它很像啊 一個藍裝 然後配上面的三條追憶 那你就可以瘋狂拓印 然後去做下面的裝備 那今天其實就蠻簡單的 就是告訴大家說 欸這個做裝思路其實蠻不錯的 因為你可以去 拿一個 拿一個這個叫什麼詞綴 地下的詞綴 就是挖礦的詞綴 那詳情的挖礦詞綴 其實你可以在編聯詞上面去看 就是我直接找給你們看好了 就你可以在這邊找 找一些挖礦詞 例如像這一季就是厲害的就這一條 這一條蠻厲害的 對然後還是或是你可能覺得說 欸我想要一些 召喚物傷害的詞綴 但這個其實蠻好拿的 但是這個是後綴 所以你海骨戒指可以去挑這個 你如果海骨戒指後綴 如果有這個的話 欸前綴還可以再錯另外一條 對你就可以去找 像這種也還不錯 也都還不錯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分享按讚 那如果 如果你還有任何的問題 或是哪一步怎麼做比較好 你可以來問我 我們做裝其實就做了蠻久的 你可以稍微問一下 或是問一下朋友說 這個大概怎麼做 因為機率其實 這個遊戲的機率很亂啊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就有點 有時候要靠經驗 對那 今天影片就到這囉 掰掰